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王源刚 我是这个教堂的主任牧师 这个教堂的位置在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公园里面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也是上帝的祝福 那么这个教堂叫江北基督教福音堂 福音堂的历史是始建于1898年 当时是美国的威力工会的牧师马加里 在这边建立起来的教会 然后到这个教会在文革时期它是暂停了活动 到80年代 1983年的时候重新恢复 然后到1998年我们叫上重建 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重建 那么在新的地方 所以现在教堂的位置跟原来老教堂的位置不同 我们教会呢 我们教会呢一直其实非常重视 关于音乐方面的训练 包括我们的师班 我们有这个比较年纪大的 我们称为雅各师班 有个亚萨师班 然后还有组织学的儿童的师班 我们还有赞美的师班 所以我们一直在组织来建立 所以这个对于师班来说 在教会当中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传福音的一种方式 那么也是能够通过赞美 我们更好的来亲近主 我们教堂它本身一直以来 它是比较传统的 所以我们教堂它崇拜的仪式到现在 是让我们两堂的聚会 它都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崇拜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管风庭很适合 用这种传统的 这种古典的方式来敬拜 当然在后面我们也会有这种 也许有新的这种形式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传统的乐器 教会的一个 也是管风庭本身教会的特征 是吧 能够用在教堂当中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乐器 我们的管风庭是 友汉的Ecclesia D470 我们为什么买这台琴呢 也是表明我们对教会音乐的重视 我觉得这个管风庭的音色还是很美的 就是与我们整个教会的这种崇拜的环境 以及我们崇拜的氛围非常的一致 然后能够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 大家能够感觉到与上帝更加的亲近 更加的亲密的这种感觉 到今天我们下集完